本章主要讲解是行为习惯的改变 那基本上来讲有一门学问叫身心语言程式学 基本上它一个概念就是认为说 如果你把每个人想象成每个人就是电脑 那当一个人去做不对的事情 最有可能原因就是他里面的软体 也就是程式上有错误 那从这样的一个假设 我们今天来看每个人的行为 通常人的行为有四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知道跟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第二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会跟学会 如果说假设必然你有一个东西你是不知道的 那很自然你又不会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你就必须要建立一个认知 那你的问题就在建立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成功的方法 他或者他不知道赚钱的方法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可以这样去做 然后自然他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建议认知 那第二个阶段 当你不知道之后 你知道 对不对 你知道 但是你还是不会啊 那你现在要学习就是新的动作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阶 然后在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是因为你知道之后 而且你是不会那你要建立一种学习嘛 对不对 那学习的部分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阶 那第四阶的时候就是说你可能学会了 学会到一种阶段的时候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射动作 像开车这个动作就是第四阶 也就是说从这个矩阵来讲的时候 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从不知道 而且不会变成知道自己不会 然后再来变成什么 变成知道而且自己可以学会 最后面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种习惯或者下意识的行为 那下意识行为的时候 通常正常比较好的部分叫做开车嘛 那如果比较不好的就是所谓的坏习惯跟思想病毒 那什么叫做坏习惯跟思想病毒呢 我们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举个例子 当有的人遇到挫折 或者什么东西学不会 他就很生气 像这个东西就是坏的软体程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人当做电脑来讲 那当软体坏了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很简单 就改变这个软体跟增加一个假设 如果它是一个错误概念 你就可以增加假设 如果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就是改变软体 举个例子 像很多人挫折 他就会生气 像这个是坏习惯 或者人的挫折 就会喝醉酒 哇那这样更完蛋了 男的可能就是开车撞死人 女的可能就当做尸体给人家捡 那到时候发现说 哇可能突然闹出人命来了 就是说就是可能生一个小孩子 或者干嘛的 或者很不舒服 那或者人的挫折 他就很伤心 那其实挫折一定要产生生气 或挫折一定要产生伤心 为什么挫折的结果不是我更努力去学习 或者挫折的时候 我更努力去利用我自己的时间 或者我挫折的时候 我就更激励我自己 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学习 那这重点在哪 重点在软体坏了 那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讲的是有知觉的部分 那有很多情况是没有知觉的坏习惯和思考途径 人们就不知道的啊 那既然没有知觉的 那你怎么就改变了 就好像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提到 有一个妈妈她每次要煮鱼的时候 她都把鱼从中间对半切成两个 然后分别煮这鱼的两半 煮完之后然后就放到餐桌里 那这个女儿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妈妈别人家煮的鱼都是一整条鱼 为什么你煮鱼是前后切两半 然后分别煮 然后再把它摆在一块呢 那母亲就突然想一下说 对 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结果母亲在回溯她的想法的过程当中 她就知道原来她以前看她妈妈煮鱼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把鱼切两半 然后前后再煮的 那后一天她跑回去问她妈妈说 妈妈你为什么鱼你都不整一整条煮 为什么你总是切一半 然后用锅子这样分别煮 然后再煮起来呢 结果妈妈就笑笑说 就是她的祖母 她说因为家以前小很穷 然后锅子很小 她没有办法 就要把鱼切成两半分别煮 各位懂这意思吗 所以有很多人 她可能在学习一个行为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知道 她这个行为的背后的原因 那这个东西就是讲 我们讲的就是思想病毒 也就没有知觉的坏习惯跟思考途径 也就是很自然她可能学了 假设比例来讲 你有一个父亲 他就是个酒鬼 那他发现他父亲 他常常会有挫折的时候 他就是喝醉酒 那很自然他就学会这个习惯 或者说你父亲当他有挫折的时候 他就特别有攻击性 就喜欢打人 那有可能 那如果打人跟喝酒在一起 那很自然这个人 他就学会这种习惯 他觉得他只要喝醉酒他就有权力打人 对不对 那再来很自然 他就他就会进牢狱嘛 他人生就是一个负面的循环 那所以说我们讲思想病毒 其实还有一些像没来由的害怕 就是有些人就特别害怕某一种情境 或者特别害怕某一种动物 或者害怕某一种生物 没有理由的 他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害怕 就只要遇到他就害怕 然后再来他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验证的错误概念 就好像刚才跟你讲的 就是已经学会的坏习惯或不知不觉的坏习惯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他这个没有知觉的东西变成有知觉的 然后再去做一种改变 所以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这个前面的这情况 我们单纯来讲 单纯我们就来讲 当你进展到某一种 某一种你已经很学会的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潜意识的坏习惯 或者思想病毒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转回来变成一种有意识的 然后我们再去检证 去检验说这个想法可能是有错的 这想法可能是不正确的 对不对 那当你有建立一个新的意识 就好像你跑出一条新的软体 那就好像说某一个电脑 他中病毒的时候 他城市就乱跑嘛 那你今天再给他重灌的时候 是不是这城市就会变很正常 人也是一样嘛 那所以针对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这样的动作 也就是说假设边 你有一些坏习惯跟思想病毒 那你怎么样 就是去改变他的假设 改变城市 那如果已经学会的东西 可能这个概念是有错的 那他既然是有错的就可以去修正 对不对 那有错的去修正 就好像说有的人说 他没有钱 他就签很多工作 或者他没有钱 他就加班 他永远是用时间去赚钱 那这概念不是很对 有的人他会想说 像举个例子 像我以前 我在普及班教书的时候 我的想法就不是这样的 我的想法是 我怎么样利用同样的时间去赚更多的薪资 所以我那时候可能 人家在教DoS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教Windows 那你在教Windows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Office 人家教Office上来的时候 我就专门在教SARS 就是一些比较难的课 那因为他终点会比较高 或者说人家在教SARS的时候 我就教Lotus Notes 在那个时代里面 所以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就是 我用同样的时间 可是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就代表这是不同的心智状态 那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 你可能不知道你自己有这种选择 有的人会认为说 我就是一个工人 他always就是到工地去打工 那工地 既然叫工地 他就是比较危险 工地他就比较耗体能 你为什么不想象看说 我可以去学习呢 或者我去做家教呢 这个东西 那这种东西很自然的 通常都是因为copy的关系 也就是你看到你父亲用 总是用辛苦用体力在工作 很自然你就会假设说 那我要赚钱我就要用这样 那如果说你老 你父亲的话是教员 或职员或政府官员 你可能就会比较趋向于说 那我是不是找一个 普习班来教书 就是透过笔 透过帮人家写文章 透过代笔的方式去赚更多的钱 那这一个东西讲到的 都是行为习惯的改变 也就是说 基本上你必须要了解 自己有哪些脑中有哪些 坏的层次 自己脑中有哪些不好的思考习惯 自己有哪些负面的行为 那试着在中间过程 加一段层次 加一段行为 加一段行动 让自己往更好的方向继续走 好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米 我是玩消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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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